老爸 这多少钱 五文钱 敢抢我的钱 大人肥了你 跟我奶奶没钱的时候 还想着抢别人呢 别跑 快快快 站住 跑啊 接着跑啊 臭婆娘 真狠的呀 敢抢姑奶奶的东西 还不快把钱带交出来 兄弟 你看她这模样 是不是跟被通缉的那个人很像 要不咱们把她抓去见关吧 像是像 但她是跟绝的呀 管她呢 咱先把人绑了 想抓住姑奶奶我 且看你们有没有这个本事了 可真是 优优那串 你对了 要不咱们或是 不咱们 我们捛了 我招了 我招了 你招了 快招了 老虎不发威 老虎不发威 你当我是并猫啊 我 他和她是一个她 装得伴没人看穿 年少的情况 无处张望 有百姓说在街上看到你 我还不信 没想到真的是你 天上值得 这男的长得倒是挺帅的啊 为何又喊我师爷 这个十一 到底跟我长得有多像啊 你别认错人了 什么十一十二的 我根本不认识他 起开 师爷你怎么了 你怎么就放开我 你干吗呀你 你认错人了 我不是十一 十一你怎么了十一 我不是十一 我是苏兰 你就是十一 你放开我 你放开我 因为男女受受不起 你 你 你 这个十一先锋不好对付 真是啊 我想逃逃难了 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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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陛下 我们回府找林大夫看看吧 十一 你 到底经历了什么 为何不记得我 你 我 你 我 我 我 你 我 我 你 我 你 我 感谢观看 真的是用情至深啊 别说这附近高手如云 就连前面那俩侍卫我都打不过 看来 我这下真的要被困在这里了 不过 听说她对那个十一用情至深 想来应该不会太难为我 陪亲之际 只好走一步看一步 再找机会留走了 伯臣已经查明 之前世子一直住在王家 被二公子藏在府中 这个王仲宇真是胆大宝天 火速带兵包围王家 是 殿下 不可莽撞啊 皇上龙体前安 您又刚入驻东宫监国 这个时候不宜有大动作 他们做什么 本王不管 但是坚决不能让他们伤害韩十一 殿下 咱们并无真凭实据 此时查查了丞相府 牵扯慎重 对您不利啊 再则若大动干戈 消息必然会被皇上和朝野重臣知道 对世子也不利啊 是 是 是 本王刚才冲动了 此时是不宜大动干戈 等看看情况再定吧 但是 他们针对韩十一做了什么 本王绝对不会心慈手软 怎么样 不可能 十一 你不能死 十一 睡着了 睡着了 吓死我 我 今天这件事情 不要流传出去 是 嗯 嗯 嗯 你